成名十年,生下儿子后坠楼身亡,比梅艳芳还要凄惨。 在娱乐圈里面的明星可以说是非常的多,我们每次看到的都是别人在台上的光鲜亮丽表演,其实在背后的生活也是非常的可怜。 有的女明星在成名之后,母亲就拿她来进行赚钱,甚至还逼迫养老,梅艳芳可以说是非常的可怜,但是娱乐圈里面还有人比她更可怜。 今天所说的就是陈宝莲,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出生在上海,四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,一直跟住母亲去你的生活,17岁的时候参加亚洲小姐的比赛,可是却没有排上名次。 后来陈宝莲就开始拍摄一些三级片,之后因此而火和周星驰曾经合作过一部电影,演技更是深受人们的喜爱,所以说直接爆红了。 可是之后在事业方面走得并不是很好,事业上是越来越差了,在生活方面更是为情所困,后来和一个身家过异的前爹在一起,并且这位前爹叫做黄润忠,长得可以说非常的丑。 之后在分手以后,陈宝莲发现自己怀孕了,辛苦怀胎十个月,最后生下了儿子,后来从24楼上跳下,年仅28岁,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生命。